本期节目呢,给大伙来说一段错误的爱情所引发的一个悲伤的故事 女主人公呢,叫文静 她呀,2003年7月份的时候大学毕业了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重庆市碧山县 碧山县离重庆主城区一个小时的车程 大家都知道啊,重庆虽然是市 但那个面积恨不得快赶上一个省了 最近这些年呢,经济发展非常迅速 文静啊,回去之后啊,接连应试了好几家公司 可是呢,结果都不太好 都没有拿到那个offer啊,就录取通知 父母一看,女儿求职挺不顺利 也为她的未来在那很担忧 哎呀,怎么办呢 看我这大闺女啊,年轻漂亮 23岁,花样年华呀 这刚大学毕业,也没经历过什么社会活动 社会阅历比较浅 孩子呢,还比较单纯 这要是找到什么不三不四的工作啊 这在吃亏上当的,可怎么办呢 于是他们想到了一个人 想到了文静的姑父 文静他姑父啊,叫李海涛 是在九几年的时候,就开始帮人家打工了 一路靠着辛苦打拼 自己呢,就办了一家公司 并且啊,现在李海涛的公司 已经是很有名气了 资产也早就过千万了 随着企业不断壮大 那么对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所以呢,文静父母跟李海涛一说 哎呀,你这个侄女文静 不是毕业了吗 让他来你这工作吧 李海涛呢,挺痛快就答应下来了 毕竟是大学生呢 用得上,这还是自己人 文静呢,就被安排在了公司的办公室工作 这是李海涛专门吩咐的 李海涛觉得,这样呢 可以让侄女迅速的熟悉了解公司的情况 也能够随时对侄女的工作呀 给予关照 上班上了一个多月吧 有一天的李海涛就给文静打电话 文静啊,你下班啊 等我一下 晚上的跟几个朋友一块吃点饭 文静这时候啊 就感觉多少有点突然 因为平时没参与过这种应酬的场合 怎么带着我这是干什么呀 其实啊,文静是李海涛的亲戚 这层关系 在文静进入公司不久之后就人尽皆知了 但是在公司里边的文静很自觉 并不凭借着我是老板的亲戚啊 我就如何如何 反而见到李海涛还是毕恭毕敬的叫董事长 这一天呢 李海涛带着文静就到了当地一家大酒楼 在包房门口一出现 好多这些朋友们 话题就立刻围绕着文静展开了 哟,李董啊 又换漂亮秘书了 怎么没跟哥几个说一声啊 好让我们帮你验验货呀 文静平时哪参与过这种场合啊 听大伙这么一说 再一看这群男人的目光 文静的脸呢 耍的一下子就红透了 坐下之后呢 一直低着头 给他尴尬的呀 大家刚进入职场的时候 可能都有这种经历 跟领导吃饭啊 一堆陌生人在一块 不敢说话 不敢吭声 就剩下尴尬了 要是能挖个坑 自个儿跳下去的都愿意 李海涛听这几个人也说 赶紧就给文静解围 你们几个瞎说什么呀 这是我亲侄女 今年大学毕业 上个月啊 刚来我这公司 我让她跟着走一走 好让她尽快熟悉 生意场上的事 我可把话说到前头啊 今后我这侄女 有麻烦各位的地方 你们可不许给我打关枪 知道了吗 来咱们喝酒 这一晚上到底吃了点什么 喝了点什么 文静是一点都不知道了 他只记得这一桌子人呐 都是姑父生意场上的朋友 个个是腰缠万贯 在这些人的恭维声中 文静也是喝了不少的酒 这可是他人生第一回 喝的呀 有点醉醺醺了 最后是坐着姑父的车 回了家 接下来 文静在姑父的关照之下 不断的经历着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 第一次代表公司出去洽谈业务 第一次主持公司的中层会议 第一次独立为公司采购办公用品等等等等 这在公司里边那算是独当一面了 经过不断的锻炼吧 文静很快就成为了李海涛的好帮手 他呢 也从办公室调到了公司的财务部门 因为毕竟啊 他之前学的是和金融啊 经济啊相关的 所以呢 在这个岗位上干的是游刃有余 再加上李海涛这层关系 他每个月的收入啊 也是不断的提高 到最后 跟公司高管们的收入基本上就持平了 大伙都羡慕 哎呦 你看人家啊 又能干 最主要的 人有好亲戚啊 好姑父啊 文静呢 自己也庆幸 你看我找这么份好工作啊 有这么个好姑父 我这事业 我这人生 未来那是一片坦途啊 可就在这时候 文静突然感觉到 姑父对他的态度 有了一些变化 女人嘛 总是有一种特有的敏感 李海涛刚一开始 带他外出的时候啊 说话办事啊 哎 比较干净 比较单纯 就是长辈对晚辈的那种 即便和哥们聚会的时候 只要有文静在场 他们开玩笑啊 都不敢那么过火 可是后来啊 就变了 哪怕文静跟着 这一群老色胚子啊 聊起那些黄段子 那是津津乐道啊 李海涛当着侄女儿的面 说黄段子 那是肆无忌惮的 而且这手上也开始变得不安分了 一开始总是有意无意的碰一下文静 后来呢 就总是借着酒劲啊 时不时的抬手就搭在文静的肩膀上 或者伸手去搂文静的腰 经常把文静啊 弄得很尴尬 说实话 自打侄女文静进入公司之后 李海涛就被文静的美貌所吸引住了 其实李海涛呢 家庭挺美满 挺幸福的 一儿一女正好凑了一个好字 可他总觉得 我这么高的事业成就啊 我就一个媳妇俩孩子 这不行啊 这生活过得不快乐呀 男人嘛 有出息的男人就应该妻妾成群 以前呢 生活艰难困苦 心有余力不足 现在生活好了 我就一媳妇 不行 不够 于是 他就开始向文静发起了爱情攻势 这一天呢 李海涛把文静叫到了办公室 给他倒上了一杯茶 随后呢 就坐到文静的身边 这个举动把文静可吓了一跳 他赶紧起身接过水杯 哎呦 董事长 怎么能让您给我倒水呢 多不好意思啊 小静啊 这是你的不对了 当着大家的面 叫董事长 还好说 现在就咱们俩人了 你还这样 这不就见外了吗 说着 李海涛的一只手 就放在了文静的大腿之上 并且在上边啊 就开始摸索起来了 姑父 你别这样 咱们之间有这层关系 姑姑要知道了 还不跟你闹翻了呀 再说了 这事传出去 你让我怎么见亲戚朋友啊 不行 这事绝对不行 说着文静一把就把李海涛的手给推开了 嗨文静 亲戚又怎么了 大不了换个环境呗 现在这个社会 谁有心思管别人的闲事啊 只要我对你好 你何必在乎 别人怎么说呢 至于你姑妈那边啊 你就放心吧 大不了 我跟他离婚 文静这时候低下头来也没说话 李海涛一看 这事有门啊 文静 我的情况你也了解 年龄不是问题 钱更不是问题 房子 车子 你自己选 你的所有花销 我全包了 这么跟你说吧 你要不放心的话 我把公司20%的股份 划在你名下 保你下半辈子是衣食无忧 生活不愁 怎么样啊 啊 小静 说着 李海涛把文静 就揽入了怀中 这文静跟李海涛 从这开始 算是确定了关系了 俩人呢 这就当上了 情夫情妇 后来文静的父母 知道女儿跟李海涛好上了 给他们气的呀 你个死丫头 你怎么能做出 这么上天害理的事啊 他们呢 就这一个宝贝闺女 闺女 总算找了一好工作 接下来 也愿意女儿找个如意郎君 赶紧嫁了 他们也算了却了 后半辈子的一件大事 可现在没想到啊 这如意郎君 竟然找上了自己的姑父了 女儿的举动 让他们是失望至极 并且他们也没脸 面对那么多的亲戚朋友了 他们呢 是苦口婆心 左劝右劝 你跟他分开吧 你俩这个关系 以后怎么见人呢 可不管怎么说 文静啊就铁了心了 有一回他父母呢 也确实是急了 文静 你要是不跟李海涛 断绝关系 我们就没有你这个女儿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你猜文静怎么着 收拾东西 离家出走了 一搬出家去 可把李海涛高兴坏了 紧接着就给文静 在县里找了一家宾馆住去 文静呢 每天照常到公司上班 下班之后 只要晚上没应酬 李海涛都会来陪文静 一块吃饭 度过一个个美妙的春宵一刻啊 李海涛跟文静好上了 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啊 所以文静的姑姑李海涛的媳妇 是越来越不满 也开始有所怀疑 后来他就想 李海涛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到底找上谁了呀 经过一打听 才知道这个狐狸精 竟然是自己的亲侄女 哎呦给他气的呀 他趁着李海涛出差的时候 来到公司把侄女是一顿臭骂 甚至还动手打了文静两个嘴巴 让他早点滚出公司 文静也知道自己李亏 这是自己的亲姑姑啊 在那捂着脸 呜呜呜的就哭 等李海涛回来之后 他呢就去找文静了 一问情况 才知道怎么回事 文静啊 一见着李海涛就说了 我在这 再也待不下去了 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一把就抱紧了李海涛 哇哇的大哭啊 其实这一段时间呢 文静这心里边 确实不舒服 不好过 自己是真爱自己的姑父 可是家人朋友 怎么就都反对呢 同事们怎么也就冷嘲热讽呢 我们是真爱 这样有错吗 宝贝 别哭了 这样的日子 马上就要结束了 李海涛啊 一边抱着文静 一边安慰他 自从挑破了和文静之间的这层关系之后 他就知道让文静待在公司 住在县城 这都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特地到重庆市区给文静买了一套三十一厅的房子 2004年年底文静就离开公司了 而且搬出了碧山住进他们的新家 李海涛只要一有空就会开车来到市区和他共同享受二人世界 而就在此时一桩血案离文静也就不远了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这文静跟李海涛好上之后 哎呦 这可把这些亲戚朋友们气的呀 被迫无奈之下 李海涛呢 就在重庆市区给文静买了一套房子 文静也离开公司了 不去上班了 住进新家里边了 李海涛有事没事啊 反正一有空就开车到市区 一块享受二人世界 反正那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都过呗 转眼之间文静啊 也怀孕了 最后呢 还生了一个女儿 在这之前 本身就是一个刚毕业的漂亮女大学生 现在成了一个带着女儿的妈妈了 这样的变化 让文静都有些措手不及了 自己一个人带不了孩子 怎么办呢 求自己的母亲去吧 文静的妈妈一看 这生米也煮成熟饭了 啊 孩子都出来了 甭管大人怎么样 孩子是无辜的 母亲呢 也不再刁难他了 也不再怨恨他了 甚至啊 开始觉得哎呦 你看我当时把闺女赶出家门 我做的有点过分了 她的母亲呢 又赶紧帮着说服了文静的父亲 这么着 她母亲一个人就到了市区 帮着女儿带自己的外孙那儿 在这段关系里边最痛苦的是谁啊 就是李海涛的妻子文静他亲姑姑 自从知道自己亲侄那儿跟自己丈夫好上之后啊 李海涛他妻子啊 这家伙是度日如年 每天这日子过的是要多苦有多苦要多气有多气 李海涛的妻子啊 家里边是姊妹两个啊 就是女孩就这俩 还有一妹妹 妹妹呢 叫吕兴慧 妹妹的丈夫呢 叫丁泽 这当姐姐的呀 因为生活条件比较好 所以在钱上 在物上 没少接济和帮助过失业的妹妹 对此呢 吕兴慧夫妻俩呀 也是心存感激 总想着找机会 暴打姐姐 现在一看自己姐姐整天愁眉苦脸的啊 他们心里也着急 总琢磨着怎么才能帮上自己的姐姐 有一天呢 这丁泽就跟自己的爱人吕兴慧说 兴慧啊 咱们可以花钱雇个杀手 这样的人有奶就是娘 给钱就干事 而且活做的干净 他们飘在社会上 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 警察也找不着他们 但对咱们来说 只要文静不在了 姐夫不就能回来了吗 你姐那个家不就保住了吗 吕兴慧听完之后啊 很纠结 毕竟文静也是自己的亲侄女啊 帮着姐姐顾杀手 杀自己的亲侄女 哎呀 不过说回来 这文静也确实可恨 更关键的问题是 顾杀手多贵呀 顾杀手的钱可不是个小数 咱们出钱来做这事 那不亏大了吗 哎 你这富人之见 你想啊 钱对你姐来说 小菜一点 只要咱们帮姐姐把事办好了 姐姐会亏待咱们吗 那时候多少钱 是咱们说了算呢 2007年春节之后 丁泽呢 就四处托人 联系顾兄杀人的事 没多久就有信了 说要20万 少一分 这生意就免谈 丁泽夫妇啊 虽然觉得对方这也是趁机敲竹杠 但是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就答应下来了 这么着 两口子从银行里边取出家里所有的积蓄 又找亲朋好友借了一些 勉强凑够了20万 然后呢 按朋友提供的电话打过去 对方是一个叫夏小刚的人 行了 我们哥几个正在长沙呢 你要是有诚意的话 就带五万块钱过来 一来呢 先交点定金 表示你诚意 二来呢 详细的商议一下行动的细节 你看怎么样啊 行行行 我这就赶过来 到长沙之后 我再和你联系 丁泽很快就坐火车赶到长沙 亲手把五万块钱定金交给了夏小刚 夏小刚接过钱之后啊 也不含糊 你放心吧 一个月之后 保证让这个女人从世界上消失 十天之后 夏小刚已经从长沙回到重庆了 打电话找到丁泽 让他带路去指认到底要杀谁 三月上旬的一天 丁泽呢 坐着夏小刚开的车 就来到文静住的小区外边等着 哎 快看啊 就是那个开飞度带小孩的那女的 认清楚啊 弄错了 我可不给钱 夏小刚看清楚之后 拍了拍丁泽的肩膀说 丁大哥 你就一百个放心吧 哥几个这点事都办不好 怎么在社会上混饭吃啊 这样你先下车 下边的事交给我们来办 随后 夏小刚他们开着车一连几天 跟踪文静掌握了他的大致活动规律之后 杀人计划也就形成了 2007年3月14号 文静啊 照常开着车送女儿去幼儿园 回来的路上顺便把车就停在路边 走下车准备去超市买点东西 刚锁好车门 一个男子就过来了 大姐 你是叫文静吧 嗨 我们找你很久了 有人要报复你 你赶紧上我的车 我给你把这事说清楚 一边说着 一边把文静往一辆长安面包车上推 等文静刚一上车 这男子咣当一下关上门 开车 这个男子不是别人 就是夏小刚 车上还有俩同伙 一个叫李继 一个叫周万红 尽管文静求他们不要杀自己 但是夏小刚等人还是心狠手辣的用绳子把文静给勒死了 随后夏小刚就给丁泽打电话 丁大哥 你赶紧过来掩饰 别忘了把剩下的钱一块带过来 不大一会儿 丁泽开车过来了 一看死的这女人呢 就是文静 随后把剩下的十五万交给了夏小刚 夏小刚 这钱给你之后 我们就互不认识了 我不希望再见到你 不过你们的屁股可得给我擦干净了 别让警察抓住你们的把柄 你们也不想刚拿到钱 就进公安局吧 还放心吧 丁大哥 这事我们比你更上心 平安才是福啊 夏小刚送走了丁泽之后又买来什么铁锹啊铁铲呢 当天晚上开车到了重庆九龙坡华岩附近 在一个工厂的围墙外边挖了坑把文静的尸体就埋下去了 文静这天上午没回家下午也没去幼儿园接孩子 所以文静的妈妈呀就有点着急了赶紧给李海涛打电话 李海涛火急火燎就赶过来了 把所有文静可能去到的地方都找遍了 还是没有他的消息 第二天 李海涛到当地派出所报了案 文静的妈妈随后也多次拿着女儿的照片到派出所 说女儿被人害了 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也没更多的证据证明文静是被人所害 所以派出所只能把文静列为失踪人员 继续查找 咱们再回过头来 说说作案的这夏小刚 夏小刚当年呢 三十五岁 在二十八岁那年 因为和别人发生点纠纷 用啤酒瓶子把对方脑袋开瓢了 最终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他有期徒刑两年 监狱出来之后 御友们就开始开导他 夏小刚呢 也有点开窍了 是啊 以前跟人争强斗很没意思 有本事得想办法多挣钱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摸索之后 夏小刚的犯罪行为也跟着升级了 多次邀请同伙光天华日的就打劫 自从二零零五年起先后邀请到了李济周万宏等人在高新区沙平坝区等地方抢劫加油站现金达到数万元之多 由于现场当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 后来呢 后来呢 又与高新区沙平坝区发生的同类型案子病案终于是发现了夏小刚的踪迹 夏小刚有一个前妻还有一个七岁的女儿 别看他在外边穷凶极恶 可是对女儿那时候非常的宠爱 每隔一段时间 他就会让一个年轻的女人到学校去看看自己的女儿 这个女人呢 还得带着夏小刚的女儿出去吃吃饭逛逛街玩玩 可是夏小刚本人从来不露面 专案民警顺着这条线索 经过跟踪守候 终于在2007年5月7号把夏小刚就抓住了 面对民警的审讯 夏小刚是一问三不知啊 要么是大哭大闹啊 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要么呢 就是胡搅蛮缠胡言乱语 不过民警很有方法啊 在僵持了一天一夜之后 夏小刚终于交代了 不过只交代了那几个加油站的案子 这时候专案民警就分析 夏小刚身上应该还有更大的案子 这时候啊 夏小刚手机上有两个没有来电显示的短消息 引起了民警的警惕 短信是怎么说的呢 说好了20万分我2万 你不忍我不义惹急了 我到公安局自首 由于没有掌握夏小刚其他犯罪的证据 加上另外两名嫌疑人没到案 直接突审夏小刚有可能会打草惊蛇 所以专案组将追踪的重点 放在了家住重庆的嫌疑人李济身上 并且5月29号将李济抓获 从李济被民警带上车的那一刻开始 嘿一场精彩的审讯也开始了 专案民警说 我们是公安局的 啊 我 我没犯什么法呀 既然我们来找你 肯定不是小事情 关键还是看你态度啊 弄不好 可要掉脑袋的呀 啊 我说 我说嘛 我去河川打过架 河川的事不用谈了 你不用编造谎话来说这些 说其他的 既然我们今天能抓着你 肯定就不会只有你一个人 哎呀 我 哎呀 我说嘛 不 不就我们杀了个人吗 李济这话一说 专案组的民警一个一个的是无比的激动 为了获取夏小刚等人杀人的直接证据 07年7月22号 专案组民警押借着李济来到案发地和埋尸地指认现场 当专案民警挖开这地上的泥土的时候一股臭味扑鼻而来 慢慢挖下去 这时候一具尸骨呈现出来 只剩下头骨和全身的骨架了 因为天气太热 文静的尸体已经全部腐烂 经过DNA检验确定 这副尸骨就是文静 在审讯过程之中啊 其中这个周万宏还涉及到另外一起泄斗案 在那起泄斗案里面 周万宏造成了无死两伤的一个悲惨的结局 所以最终夏小刚 李济 周万宏都一犯故意杀人罪 抢劫罪被判处死刑 同时顾兄的丁泽 还有吕星慧夫妻俩 也受到了法律的